規格 哈囉 各位車槌馬路浪 觀眾朋友大家好 是行蘭 哇 我們今天起了個大早 好天氣啊 來到熟悉的矽平山路 試駕的就是 过去半年红透我们两岸抖音界的网红车 就是Audi的TT RS 其实说到Audi的TT这台车 其实已经历经了三代的眼镜 当然以RS这个车系的话 它是在二代的时候推出 也就是说它TT RS的话 这个算是第二代的车型 过去其实这台车 我们刚刚讲一代的TT RS 大概在2006就已经上市了 那二代可能国内的车迷 路上偶尔会看过 之所以说就是因为总代里面有引进 它在14年的时候就推出了 19年有做了小改款 国内一直都有很少数的 是有贸易商平行输入 那为什么总代里面有引进 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它是比较偏性能化设定的车款 在一些排污噪音的原厂设计上 没有办法验过 那直到我们刚刚讲 19年后的二代TT RS小改款后 终于原厂在出力 以及在排费的部分做了一些挑战 哇终于验过 所以也就在去年 21年的下半年 开始正式宣布要导入TT RS 那时间也过得很快 现在已经2022年的6月 经过半年多时间 终于在台湾试到这一台 有非常好性能的TT RS 二代车款 那它的售价是375万元 我先来看一下这台车在外观的设计部分 今天这台车其实在车色部分就很有戏 它是原厂叫做进驰率 跟这个我们的网红也蛮有一些 魅局的官员 不知道总代是不是 应该不是 因为网红事件是在总代里 进这台车之后才进 所以他们也选了这个很特别进驰率的 绿色的TT RS来做我们媒体的试程 那在外观上 它除了拥有RS专属的一些特征 它还有很大面积的六角形的 风潮型的水箱雾罩 两侧进气霸也特别的加大 那你往里面看 其实都会看到一些相关的 散热的机制 证明它是一台非常性能取向设定的车款 那在车头你也可以看到 除了有DDS的logo之外 它在宝杆下缘也有专属的Quattro的字样 那在车侧的部分线条 也是走的向来欧底TT的味道 它是一个很低扁也蛮圆滑的 小跑车的造型 那在车尾的部分 TDS拥有专属的固定式的尾翼 然后以及中央的下方也有一些 定峰的Diffuser的设计 让它在中高速的车身的稳定度上 擁有更好的空气力学的效应 那排气管也可以看到 它是专属左右双边很大尺寸口径的 椭圆形的排气管 它从车内也可以做声浪阀门的控制 那一桩部分 TDS拥有它专属的相关RS的界面 包含一坐进来 在驾驶界面的部分就是两张 Fine Nappa真皮的座椅 它也拥有一些垫条的功能 以及RS的logo以及一些零格纹 包含一些缝线的一些特征表征 那搭配像是方向盘 也是RS专属的平底的 它的实径还蛮大 但握感很好 尤其在手握的三点跟九点位置 也有反提的 让你抓起来非常的有手感 那后面也有换脑拨片小小的 那在引擎的启动键 以及Drive Select的控制键 也正好都在方向盘中央的左右两侧 算是一个非常性能化的方向盘的设计 那在仪表的部分可以看到它很特别 这台车基本上你看不到 现在的Audi可能至少都有一个两个屏幕 甚至三个这样的一个触控萤幕 包含仪表的整合设计 那这台TDS很经典的设计就是 它是整合在一个虚拟的数位仪表之内 也就是说它的仪表除了有一些数位化的切换 显示不同的调整功能之外 那你也可以在连上Apple Carplay 连线之后 你可以在仪表内看到一些主机 Apple Carplay的显示 包含它也有Navigation Plus MMI的一些原厂的导航 通通都是整合在这个仪表 甚至在倒档的时候 倒车显影 倒车雷达的这个相关的资讯 也都是在仪表内显示 这一点我刚开到这台车的时候 还稍微有点不适应 另外在车内它也有像是金属的踏板 以及Carbon的一些试板的点缀 以及黑车顶 非常的禁忌热血化 那坐近来TDS 其实我觉得 以我的身材开这一类的双门小表车 其实都会觉得有点居住 那我第一次坐这一台三代TT 二代的TTRS的车内 我觉得整个的 以往我印象中我开过一代TT 然后二代的TTRS我都开过 我都觉得感觉比较局促 但坐到今天的TTRS 我觉得空间其实还蛮宽的 当然它的2加2的设计 后座还是老话一句 这一类的以乐趣性能为主的小宝座 虽然看得到后座 但基本上只能坐小学 大概三四年级我觉得差不多 如果在五六年级稍微个子 超过一百六一百七 坐后面的话 其实就蛮痛苦的 好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 TTRS最傲人的就是它在性能的配置部分 它其实跟二代TT 也就是一代TTRS一样 还是用这一颗 EA855的直列五缸涡轮增压缸内直噴 到这一代它当然已经进化到双噴射的系统 那EA855其实我们在不久之前才试过 奥迪最新的RX3 Sportback 我超喜欢那台车 CP值超高的一台性能先辈 那今天同样的动力 它的最大出力的调价一样是400匹 但是扭力数据TTS稍微小一点 毕竟它是比较早出来的 它的扭力48.9公斤米 那RX3的扭力大概在大 2公斤左右大概51 那以0到100的数据表现 因为TTRS的车身尺碼比较小 它才4米2车长 2米5左右的轴距 车重也因为小跑车尺碼小 然后用了一些轻量化铝合金的材质 包含车头底部以及悬吊的一些 基建部位包含下百倍等等 有很多铝合金材质 所以车重才1500多公斤左右 但RX3的话 因为尺碼大一些 它的重量1620多公斤 那可以0到100 TTRS还是小剩0.1秒 它只要3.7秒 那两台车都是搭载 Xtronic 7速的双离合机制手排 那也可以说是DHC裡面最强的机型 TQ500的试试设计 开到TTRS 我觉得它的动力的反应 我觉得它跟RS3 Sportback来比 TTS会觉得比较像上一个世代的五缸的调教 那它的Turple Leg 我觉得是会有感 像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弯道 有点带坡 你转速如果掉在3000以下 你出弯踩的话 要等一下 所以你开这台车 我觉得换挡的timing时间 你要妥善利用它的换挡波片 或是把它调到 像我都放在DSG往下拉一下 到S模式 或者往右推进入M模式开起来 我就说像这样 我们到这边 退到了波片 一挡 转速维持在4000以上 一出弯 有没有 马上出力就出来 因为它已经过了Turple Leg的那个点 3500往4000 这样跟5000这样奔上去 你就感受不到Lag 好那这边我就没有退档 有没有 稍微要等0.5半秒 就扬上来 这就是会有一点Turple Leg的感受 所以你只要果散的把档位 好瞄一下转速 放在3500转上下的话 就可以开起来 随心所欲 而且它的变速箱的反应 哇超棒的 很直接 好入关前 点一下刹车 速度马上就降下来了 它的刹车我觉得超棒 超喜欢的 它前面 虽然没有配到现在一些高性能车款的淘煞 但是它有八火塞卡接 我觉得一般跑跑山已经非常够用了 哇 入弯一段直线 速度一踩 马上就降到一个安全的速度 出弯你只要方向盘对准 补油下去 档位OK的话 就会有很棒的一个速度 出弯再加速 那底盘的设计部分 TDRS也是从他们家 不是奥迪的MQB 调校衍生而来 前脉花呈后多脸感刺的悬吊 它搭配我们刚刚讲 它用了很多的铝合金的基建 今天配的胎圈 255 30 20 四轮都一样 也是用比较传统的配法 底盘开起来的感受上 TDRS很微妙 它的整个车身比例配得很好 然后加上智慧的这个电子4G 以及车头 重量也没那么重 铝合金的EA855 轻量化之后 所以在入弯前 即使你速度过快 你只要把刹车 让它速度降下来 然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车蛮听话 很快就可以转进弯 那一出弯 你看到出弯点 对准方向盘 骨油下去 我们刚刚讲 出力就可以搭配出来 所以我觉得它开起来 没有过去这种大马力车 入弯前的转向步伐的倾向 非常听话好开的一台 四驱小宝车 那透过方向盘 左下角Drive Select的 驾驶模式的 可程式车身动态的调整 我觉得以一般的舒适模式 不论是在市区的表现 或是到了山路上面 我觉得基本上 TTRS的调性 我们还是拿它跟 RS3 Sportback来比 今天TTRS 我觉得相较于RS3 假设是在舒适性能的中间 取得一个完美点 TTRS大概又会往性能套了15% 但我觉得它这个椅子 好在有一个很棒的椅子 不仅包覆支撑性很棒 很适合我的身材之外 它还有一些电条功能 但它没有比较现在先进豪华 通风加热它没有之外 但它我说的好的地方就是 它有一点扮演了吸收掉路面资讯的 帮助的角色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它比较在低速弹跳 比较明显的时候 透过这个座椅 如果再是更硬邦邦的泡民的话 传到车内就会有不适的感觉 但TTRS并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那我们再来把它调到动力模式 我觉得它的动力模式 比较不像一些日系性能车 可能在欧险也有 就是在油门feedback上 会有很明显的变得很敏感 TTRS动力模式 其实不会落差太大 然后一样也会有一定程度的 微幅的这个turbo lag 在3000以内 3000转以内 但是在它的这个电池 就是OLED Magnetic Ride 在电池的阻尼调整之后 到了动力模式 它的这个跳度 Q度 你也可以感受到更明显 但我觉得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 享受跑山驾驶乐趣的人 搞不好你会觉得 TTRS的动力像这样 这个烂路有没有 你会觉得这个是你的舒适模式 怎么说 就是你如果能够接受 它的这个路面资讯的话 你会觉得感受到 它其实透过Quattro的四驱 是很努力的把四轮 抓在地面上的很好的一个grip 然后在过弯的过程中 你也会感受到它的侧景 其实是非常少 非常低的一个侧景度 所以我才会说 如果你是喜欢跑山的话 你搞不好会觉得 动力模式 是你心中的Comfort mode 是这样形容的意思 它的前八火塞刹车真的超力的 如果刚上车还不适应的话 其实你点煞过重 常常会不小心过重点 但我发现它的刹车 几乎我们开了很激烈 大概一个小时在西平山路上 没什么衰退的感觉 但我觉得它配的P-ZERO的轮胎 经过激烈操驾 感觉啦 抓地力是有一点的衰退的感觉 我们在拍摄的前段 一个小时的前段部分 我们的动态都是上上下下这样激烈的 折板的拍摄 但你发现在经过半小时之后 其实刹车没什么衰退 它会觉得轮胎的在弯中 极限的侧滑度 就会稍微出现一点 好了我们今天很畅快的在细评 试了一天 在TB-S我们来做个总结 我们讲了很多它的强项 性能操控部分都很棒 那这台车我觉得有几个 不能说缺点移出之汗 它的界面都是比较上一个世代的 TT这样的设计 包含它甚至 我们刚刚有讲 当然主机没有设计 它是整合在仪表 这是它TT专属 包含仪表啦 它的空调啦 这种出风口中间的调整 单驱的设计 都是属于TT它专属 这个我可以接受 那当然在一些 A-DAS主案配配它也没有 那这个小拨感 就只有传统的定速功能 它就没有所谓的我们讲 Level 2啦 甚至基本的ACC 车道偏移它都没有 但是它有车侧盲点的警示 以及搭配6颗SR的辅助器 这个是如果 以现代来看一些性能车 即使是100多万的小跑车 BRZ啦 86 GI ARIS啦 这些性能日系车 其实都已经考量到 日常的一些代步用途 都有放上去了 最基本 我们不求Level 2了 最基本的A-DAS 其实都有 TDRS 毕竟今天这台车上是没有的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 在操控的感受上就是它的 方向盘的波片有很棒 那退档反应也都好 但我觉得 波片的质感有点塑胶 另外最后还有一个移书之外 就是我觉得不能怪它啦 应该就是说现在环保法规始然 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到 它因为调整过小改款后车型 才终于过了我们台湾的心理法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阀门 虽然有标准跟运动可以切换 但我觉得在享受跑山的时候 我会希望车内听到更多的热血的声浪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很难得在这个好天气 好的路况环境下 很畅快试驾的TDRS 跟大家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你的支持订阅我们频道 帮我们按赞 开启小铃铛 甚至在个人的社群网站上分享 都会是我们频道 当期努力 不断拍最新 最丰富的内容 给大家看的一个动力 我们非常需要你的支持 所以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开启小铃铛 还有我心爱心意隆的粉专 然后如果你也有在关注IG的话 我的IG是 Eric下底线 以及Shin EricShin 都欢迎大家来follow 好 我们今天就到此告一段落了 拜拜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